台灣2024國防預算在創歷史新高 一起來認識收回概念股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集的操盤首次錄 我是謝忠林 賴清德先生在3月底前往嘉義的 無人機中心參訪 並期許台灣在2030年 無人機的產值上看400億台幣 由於參訪時間緊領520的總統就職 而且這個時間還重疊國防部無人機專案 低階的投標時間 因此消息一出 立刻讓市場掀起一波520前的慶祝行情 過去忠林在操盤首的第14集 針對台灣軍工產業 跟同學們分享過 汉翔、雷虎等相關航太供應鏈 藉這次的機會 除了要幫同學在一併的 更新產業公司的進度以外 還要多分享一檔 值得同學留意的航太供應商 有在關注全球軍工航太業的同學 千萬不要錯過這集的內容喔 開始前一樣 請新同學先幫忙訂閱 老同學幫忙點讚分享 以及用流量 此時忠林分享更多的關鍵行情 OK 我們馬上開始這集的主題 在第14集 忠林幫大家整理了烏二開戰後 所帶來的三大影響 分別是全球加大軍費預算 軍火庫存量大減 以及不對稱作戰的重視 隨著時間來到一年後的2024年 烏二戰爭還在打 甚至連中東的尾巴也開戰 讓全球庫存的軍火量是續創新低 重點是 全球地緣政治的風險也跟著放大 隨著烏二戰爭的持續 除了讓中美台三方關係日趨緊張 連在北歐中立200多年的芬蘭瑞典 也在去年正式放棄中立 在加入了北約的同時 還加大了對烏克蘭的援助 但是隨著戰爭的持續 歐洲軍火市場缺口也大的嚇人 急迫的需求讓歐盟的採購對象 一路延伸到亞洲的南韓 就在去年5月底 南韓和波蘭才簽下一筆高達137億美金的軍火大單 內容涵蓋火箭發射器 戰車自走炮甚至還有戰鬥機 而其最大原因就在韓國能更快的交貨 可以說現在全球對於軍火的缺口已經比起一年前 又再更加的緊迫 自然有利整個產業在未來數年的高速成長 而面對全球軍工業的長期利多 據傳近期本土券商龍頭在發行00940之後 也計劃針對台灣的軍工產業募集新的ETF 相信近期有在關注市場的同學們都知道 00940引爆的市場行情 如果未來軍工ETF的事情成真 那未來類股的行情就特別讓人期待 與此同時 台灣今年的國防預算是在創歷史新高 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 今年國防預算相較去年增加387億元 主要是採購新型高校機 康定級戰艦升級 以及防空網天準5號等軍事投資 另外國防部還額外增加了無人機 海馬斯火箭M1A2戰車等一系列採購案 甚至連F16最新升級的紅外線徵收系統 也一併編入今年的總預算中 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的報告 台灣在未來四年軍購 包括魚叉飛彈F16升級無人機系統等一系列採購 將年年增加預算500億 就拿其中的軍用商規無人機來說 整體標案金額71.29億元 在5月20號就會截止第一階段的資格標 預計最快第三季末就會決標 目前包括雷虎、中光電、長榮、韓太等公司 都積極準備強標 另外像是漢翔、亞航等 也因為有組裝、維修的能力 市場認為他們也不會缺席 不過其中特別值得留意的就是雷虎 因為它是第一家宣布 全部六款無人機都會投標的廠商 所以首先 中林先幫大家更新一下雷虎的近況 說起雷虎這間公司 市場上的投資人最常有詬病的就是 公司的獲利能力 攤開過去10年的EPS就知道 公司在08年以前 還有相對穩定的獲利 不過隨著08年的金融海嘯 再加上中國競爭對手的打壓 公司在往後的十幾年間 多數時間處在虧損的狀態 所幸公司持續調整營運方向 讓虧損在2010年後開始逐漸收斂 其中主要歸功於公司 將營運中心逐漸移往 口腔醫療等醫材市場 根據2022年的年報顯示 醫療相關的營收占比 已經在雷虎營收超過4成 不過這並不表示公司 放棄本業的發展 相反的雷虎拿一才賺的錢 轉頭就去研發包括 中大型直升機 潛艇小型多軸飛行系等 樣態的無人機 相關產品從2015年以後 就開始陸續出現在年報中 奠定公司切入台灣 不對稱作戰的供應商基礎 以這次6款無人機表演來說 雷虎預計4月中先送件兩款微型無人機 5月初是第二批的兼針型 以及木獲型無人機 而規格最高的陸用型 及艦載型100公里 中長程無人機 則是希望趕在5月20號以前送件 相關進度明確 當然除了天上飛的以外 水中無人艇和潛艇也都完成開發 並且進駐金屬中心測試驗證 未來公司能否憑藉著台灣的國防標案 正式切入新政府的信賴產業中 值得同學們關注 不過這裡中林有一點要提醒同學 由於每年雷虎都會辦理私募 而日前才入股經維航太的偽創科技 就被市場點名有接觸公司 因此最後提醒有興趣的同學 留意相關的資訊 再來我們看到台灣最純正的軍工股 漢翔工業 公司從軍方體系轉成民營 而歷屆董事長都是國軍退役的將領 有著台灣血統最純正的軍工底子 不過就像中林在第14集 跟大家分享的那樣 漢翔在民用航太市場的營收占比 正在逐年的提升 原因除了漢翔透過美國的 G1發動機09艦打入空八核波音 也成功拿下波音的機尾水平尾 甚至機門等重要飛機0主艦的訂單 展望今年2024年 公司主要有三大利多 一是航太供應鏈的改善 有望帶動公司出貨 另外高校機有應號的交機增加 也有望替軍機品項帶入更多的營運動能 重點是 國軍奉翔專案新購的66架F16V 將從今年的第三機開始 一路交機到2026年的年底 新機的密集交付 也將替漢翔帶來維修的商機 這裡中林特別提醒 相比漢翔在2023年 將近400億的營收 不管是無人機除能還是輕能 對漢翔來說都只是議題而已 同學們還是要把重點放在 軍機和民用航太市場上 其中特別是民用市場的機會 因為近期根據法人的報告顯示 中國在疫情後 需要泰換的新機量非常的巨大 中間隱含的每年缺口 至少從100架飛機起跳 而當前歐洲的空八訂單又太滿 因此最終推估 中國只能被迫恢復對波音的下單 依照1月底 中國的南方航空正式接收 中國近5年來首架波音737來看 中國對新科技的需求 已經開始有蓋過2019年 一系列的波音空難苗頭 藉此只要中國真的會不下單 將替漢翔在內的相關供應鏈 帶來相當大的利多 不過在此之前 反而是預估漢翔在今年 將端來年真拔爬的營收 來到421億元上下 EPS則是成長將近三成的三元 以上資訊一樣 提供給同學們做參考 當然聊到航太零組件 台灣還有隸屬於 長榮集團的長榮航太 也很值得同學們認識 2645的長榮航太是長榮集團持股 將近七成的子公司 籌碼鎖的是相當的緊 公司主要有兩大事業體 分別是機體維修和發動機的零件製造 根據公司法說會的資料顯示 公司在去年前三季的營收占比 以機體維修業務貢獻78%最多 而發動機的製造業務 則是受惠波音公司的訂單增加 來到22%的營收比重 長榮航太基本受惠兩大產業趨勢 一是全球各大航空公司 持續擴大維修外包的趨勢 二則是中林前面分享的 自從疫情結束以後 全球衍生的爆量民用客機訂單 以公司主業的機體維修來說 客戶涵盖美國的UPS 雅特拉斯日本的全日空以及母集團長榮航 在內的全球40多家航空公司 在規模經濟的效率下 持續拉升公司的毛利率 另外公司還與多間全球一線的企業合資 包括與奇異電器合作的奇異發動機維修 波音的一線供應商 當美國勢必銳合作的長銳航產 以及和德國愛姆勒 匯鑽一起成立的長鑽科技等 陸續跨足太空半導體 甚至還有前面提到的準備進軍無人機 公司在去年第四季 雖然營收端出亮眼的成績 但是收益部分受到匯損的拖累 讓貨利稍稍低於法人預期 同時今年上月初 又因為波音的機艙門事件 在高空脫落的事件影響下 預期部分的業務量成的時間 可能會有所遞言 不過在全球心機需求強烈的情況之下 長榮航太的製造事業依舊被法人長期看好 若未來中國真的恢復對波音的下單 那公司甚至有機會端出超乎法人預期的表現 與此同時 收匯全球航班數的持續增加 公司的維修主業在今年也將穩健成長 預估這塊營收的成長率會落到5-7個百分之間 也因此 展望整個2024年預期長榮航太受惠旗下兩大事業體的持續擴張 有望端出營收年增24.8%的147元上下 EPS則有望落戰5.33元 那麼以上資訊一樣提供給同學們做參考囉 OK這期的內容大致就到這邊三個重點整理給大家 第一個隨著時間來到2024年 不只5-2戰爭還在打 連中東的以巴也開打 讓全球軍火庫存持續創下新低的紀錄 重點是全球地院政治的風險加大各國持續提高國防預算 在全球大買軍火的情況之下 樂觀的展望軍工業的長度效應 第二 與軍工業息息相關的航太產業 也因為疫情結束後的全球空運量是長期提升的情況之下 不只讓空八的訂單爆量 更有機會帶動中國回頭採供波音客機 有望替航太產業帶來意外利多 第三 這集分享的雷虎漢翔以及長榮航太等三間公司來說 觀察雷虎的標案是否順利拿下最為重要 其次則是誰參與了今年的私募案 而以漢翔和長榮航太來說 均夠暗示漢翔的底氣 長榮航太則是穩健的維修事業 不過兩家要能有意外的營運突破 還是要觀察中國是否全面回頭採購波音的客機 當然鍾琳會繼續分享更多的關鍵資訊 所以新同學一定要訂閱 老同學幫我們點讚分享 一起用流量支持我們的頻道 那麼感謝同學們今天的收看 我是謝鍾琳 下週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掰掰 呼吸自帝015號